小队小队 小电视 三地盖大哥在做啥一样呢是吧 今天下班又出来吃饭 然后在生水洞这边 找到一家比较特别的餐厅 本来我要吃那个蛮鱼饭的 然后我老公没找到 后来就看到有个这个饭店 它是像地下的感觉 然后从上面看在地下吃饭 然后进来的话 有点像隔离时期的那种感觉 然后吃饭的感觉吃饭 这边都是年轻人来比较多 而且人家菜单也没有几个菜 就是面条和饭 还有几个什么 什么东西 这边还有酒啊饮料什么 看看这小服务员的小头发 咔咔的亮亮的 这边都是有点像我公公家里的感觉 全是那种泡的 什么药材的酒 哇哦这是土豆瓶 这什么啊 天啊好特别啊 这什么这是你的面条 哦 你闻这汤子的哦 他点汤面然后九万钱不是汤面 真的啊 这是啥呀 这是我点的啊 这太特别了 我我以为是大酱吗 你看豆腐 哇这个感觉还挺好吃的 啊妈呀 真特别 这个大好笑的吧 就大的面条 哎呦拌起来这是饼 然后还点了一个那个啥 哎呦妈呀 是吧感觉很好吃啊 这韩国也吃的什么呀 是我点的这大酱然后煲饭 整半天把大酱放这儿了 然后里边是饭 好高级 这么吃是吧 高级料理啊 嗯 这个咸咸嘎挺好吃的 是不是咸嘎嘎不知道 还挺脆的 这是什么菜叶的包的呀 我以为有肉呢 没有肉啊 整错了 里边就是菜叶的包点饭 然后蘸大酱里面 它变了一个寿司 还剩一片像是绑的酸菜 太特别了 它那是有个鲍鱼的 哎呦妈还整的 哎呦呦呦呦 鲍鱼下了整一坨面了 里面有啥味 啥没有 我以为有肉呢 然后没有肉 来看 得蘸点外面的 就是饭 啥味道都没有 就得饭就得饭 就是蘸那个酱 对就是包饭 去摸个包子嘛 好看 哎呦哎呦 跟大哥干帮你聊天 哎呦 吓吓的大哥 哎呦妈 小杜哥的讲奥特曼故事呢 他可能跟你讲 快去大哥跟你玩 你也跟小杜干账啊 你知道 小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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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爷小杜小杜 他也小杜小杜 他也小杜小杜 哦说话呢 他说话呢 小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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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说 你说 放个哦行 你放个嘟嘟嘟嘟嘟嘟 小杜小杜 放个嘟嘟嘟嘟嘟嘟嘟 有点焦虑 嘟嘟嘟嘟嘟嘟嘟 哎呀 儿子不能吃 嗯 不能吃 嗯 千蜜嘟 跳舞 哎呦妈 哈哈哈哈哈哈 跳真好看儿子 接着跳 哎呦妈 你看我这儿跳的哎呦妈 哎呦我去 太帅了儿子 哎呦我去 哈哈 小杜小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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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小杜小杜 哎呦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看儿哥 啊三弟 这个来 要跟儿跟小杜说话呢 哎呦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啊 不要动 那不是 哎呦妈我大哥哎呦我去 哎呦他三弟就会啊啊 大哥跟大企鹅似的 哈哈哈看 三弟看大哥在做啥一样呢是吧 看一本成绩 哎呦 我在后边的那天 哎呦我去 哈哈哈哈 你已经搞得个喜剧人了你 哎呦我去 老认真了 哈哈 妈呀 哦 no 啊 哎呦我 是啊 小杜 小杜